妹妹 快出来玩 哼 娘娘 你快走开 你不配当我的朋友 奇怪 我做错什么了 妹妹这么生气 大龙 一起上学 你自己去吧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一起玩了 哦 大龙这是怎么了 大龙妹妹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乐乐和娘娘 快去和他们道歉 哼 老师 我们不 因为他们对我们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大龙 你看这条裙子好看吗 好看 妹妹 这不是你妈妈新给你买的吗 你怎么不穿啊 马上妮妮就要过生日了 我先把这条裙子送给她 妹妹 你对妮妮可真好 我们是朋友嘛 大龙 你手里的零食要给谁啊 上周乐乐帮我补课 这些是我给乐乐准备的 都是她喜欢吃的 那我们快去找他们吧 好 老板 我要一个汉堡 给你 我要一个炸鸡腿 给你 真好吃 老板 再给我来十个汉堡 再给我来十个炸鸡腿 乐乐年年 你们点这么多吃的碗吗 多浪费啊 没关系 吃不完我就拿回家 可是 买这么多吃的 一定要花不少钱吧 我们可以让大龙妹妹请客 不用花钱 就是 光经理 你想吃什么就点 反正是大龙妹妹请客 可是 大龙妹妹不是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她们 她们才不是我的好朋友呢 请我们吃东西都是她们自愿的 哼 也不是看她们这么听我们的话 我们才不会跟她们玩呢 就是 我跟你们说啊 妹妹送我的那些裙子 我一点都不喜欢 那么难看 她的眼光真是太差了 哎呀 大龙送我的那些零食 我也吃腻了 我现在根本就不喜欢吃到些东西了 你们 你们不喜欢就告诉她们啊 只要背后说她们是不好的 哼 有什么不好的 是她们非要和我们当朋友 就是就是 好啊 乐乐娘娘 原来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真心朋友 我们也不要和你们玩了 我怎么感觉 今天的乐乐和宁宁这么奇怪呢 事情就是这样 乐乐和宁宁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你们呢 是啊 乐乐和宁宁以前总是会帮助我们 这其中肯定有古怪 没错 因为你们遇到的根本就不是智障的我们 啥 我和宁宁这几天都在外面旅游呢 说起来 前几天我发明的变身药水 不知道被谁偷走了 好啊 这么爱做坏事 肯定是宁宁她们 哈哈 乐乐和宁宁旅回来了 我们可以假扮成大龙妹妹去欺负真正的乐乐和宁宁了 老大威武 果然是你们 妹妹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 哼 真心朋友是互相帮助 互相付出的 真正的乐乐和宁宁对我们很好 绝对不会只想着利用我们 伙伴们 你们能分清 谁才是你们的真心朋友吗 我们下期见